第一个先把它档案打开 打开来之后做出来的样子 大概长这样子 也就是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字的后面这个有个旋转 这个旋转的一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它有一个风吹过的效果 第三个背后有阴影的效果 第四个背后会有一个背景图 它有旋转加模糊的效果 这个叫放射性模糊 最后就是这个字 要可以把它放在最上方 并且后面还有加上一个什么 它有个好像底下 有点类似像我们之前102宋春 可是又跟宋春不太一样 宋春的话是两个叠在一起 它这个是在这个外面有一个描边 描白色的边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那怎么做出来 那首先呢一样 把这个题目先打开来 总共的话呢 主要有这三个图 这个图是做什么用途呢 这个图把它取消去 这个图基本上做出来效果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差很多 这个图做出来就是 它有旋转的效果 有没有把它转过来 这些扭曲的有没有 有点像整个扭曲 而且扭曲的非常的大 第二个是有风吹过来的效果 那风吹过来的效果 它这个地方呢 你还要知道说它有个风 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的 如果像 有没有这边有点像风吹过来像 应该是从左边吹还是从右边吹 从左边吹 对应该从左边吹才会 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另外呢 吹过来的风 有没有很强 强 应该还蛮强的吧 有点 有可能有一阵强风 加上一阵的比较弱的风 对不对 所以可能要吹两次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另外背后有没有阴影 有 有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阴影 似乎有 角度应该从 光应该从哪个方向吹 照过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应该是120度吧 从120度方向照过来的光的阴影 而且还有 阴影之外还有内阴影 有外阴影 那不过这个好像 那怎么用photo shot 把这个阴影的效果给做出来 这个都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然后背后的这张图 实际上就这一张 这一张跟这一张有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一张很清楚 上面好像应该什么 有花嘛 这什么花 是不是玉京香 看起来 不过它颜色已经变掉了 那不过你会发现 放过来的东西已经模糊 不止模糊 还有旋转的模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放射性模糊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 这个字的部分 这个字原来是黑色字 可是过来的字 一样黑色 可是差别在哪里呢 有那个描边 有没有 OK 那这几个效果该怎么做 我们按部就班 把它完成 那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一样开启这个题目档 稍微看一下 他说第一个 他要我们反正就按部就班 设计项目 第一个开启这张图 图层一里面呢 他有一些提示 在滤镜里面 找到扭转效果 让它变成什么 参考图的那个效果出来 有个有点像漩涡的这个效果 让它吹转动 第二个的话呢 是风动效果 就跟风吹过来的效果一样 再来做阴影 那这三个都是针对 这个图档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上面是白色的 下面是那个橘色的 橙色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一张 可以所做出来的 那首先怎么做 第一个滤镜里面 他要做那个什么呢 有一点扭转效果 扭转应该在哪里呢 其实可能性比较大的 应该是在哪里呢 扭曲 扭曲嘛 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我是希望各位可以 把滤镜里面所有功能 都试过一轮 如果你全部都试过了 以后你想要做什么效果 很快你就可以找到了 比如说扭转 扭转要怎么做扭转 其实在那边 内缩外扩 等等 内缩外扩 也可以做出 刚刚那个眼睛的效果 OK 好我们来看 那扭转怎么效 怎么做出来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扭转效果 它有分成 这个方向的扭转 有点像洗衣机 有没有 你把衣服放进去 它就会旋转 那可是各位可以注意到 它的角度 有最右边到999度 有最左边到这个方向 那你会发现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 哪个方向转比较正确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我们的完成档案 这个我刚Google 把这个 我应该重 要重新登录 OK 那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到 那个完成档 理论上第一个 请你先选择角度的话 是正的999按确定 看一下完成档案 有没有发现 就这个 你不要负的 负的变另外一边的 所以正的999 它等于是帮你 扭曲 它有个滤镜里面 有个扭曲的效果 里面有个扭转效果 那记得用那个999 正的999 它会有刚刚的第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把这个效果加上去 就完成它题目里面要求的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动作要做什么呢 要有风吹过的效果 而且要两次的风动效果 两次的 那风动效果在哪里呢 其实也在滤镜里面 滤镜里面哪里呢 风格化 对 没错 所以熟了之后你就找得到了 不熟的话 我看你又找半天还找不到 在风格化里面 有个叫风动效果 那风动效果呢 它这边会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方法 是要强烈的呢 还是要轻微的 还是要摇晃的 那你会发现 应该绝对不可能是摇晃 因为摇晃变成这样 那有可能是强烈的 那不过它说两次 我们先试一下强烈的 然后方向应该从哪个方向呢 刚刚有讲过了 从左方按确定 好 这样子第一个 已经很接近了 可是它就做两次 所以如果你再做一次 那个风格化里面的风动的话 那如果再强烈 可能会太过头 所以第二次也许用轻微的就可以了 一次比较强的 一次比较轻的 OK 也是从左方按确定 好 那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把效果跟完成档比对一下 其实似乎已经还蛮接近的 如果不够接近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 反正就是尽可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出来 好 第三个的话呢 它要我们做什么 阴影效果 而且阴影效果要跟完成档 你会发现这个是没有阴影 这个有阴影 那阴影怎么样做上去 会比较刚好符合实际上的情况 不过你会发现 可能加个底色再做 好像实物会比较准确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先把阴影 那阴影要怎么加上去 特别注意 首先你要先找到 你要哪个地方加阴影 那你在阴影上面的话 特别注意 阴影我们要加在哪个涂层 首先第一个 我要加在这个涂层上面 那如何加上阴影呢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机关 如果你要把阴影效果叫出来的话 请你第一个先选择涂层 第二个呢 请你在涂层前方这个小的这个图 这个icon 有没有 这个图上面 快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会这个机关才会出现 这个叫涂层样式 其实好像或者涂层样式 我看是不是从这个涂层里面 也可以找到涂层样式 也可以从这边 有没有 那当然预设的话 这边有阴影嘛 不过你可以按一下那个混合选项 有没有 也可以叫出来 不过我的习惯是从这边叫会比较快 那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是快点两下 记得点的位置 不要点这边 点这边好像 点这边也会 不过习惯是点这边 点两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出现什么 我们要的选项 记得有阴影跟那个内阴影 那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把这两个设定上去 它就会有效果 不过呢 它的阴影的角度 还有多跟少 可能要稍微调一下 阴影 特别是你点阴影的时候 这边有间距应该多少 预设大概5左右 不过可能展开 可能要多展开一点点 有没有 不然的话它阴影效果不明显 我大概阴影展开大概20%左右 然后尺寸的话 可能可以让阴影再大一点点 大概15左右 OK 大概这么5 间距大概5个像素 展开大概20 尺寸大概15 不过这个数字恐怕 还只是接近 但是还是以最后那个完成档为主 所以你如果有些细节假如要调的话 那可以再去调一下 第一个 大概就是把阴影打勾 第二个 内阴影 其实有没有加 你会发现内阴影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 我看起来 看完成档 感觉应该是有内阴影 所以把内阴影打勾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第三个项目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针对那个第一个 第一个图 PSD02的部分呢 做一个练习 那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先把它用扭在滤镜里面的那个扭曲里面的扭转 把它扭转 记得是把它这个效果扭转到就是999最大 那再来就是做那个我们的这个风吹过的效果 所以风格化里面有一个所谓风动效果 那它要两次嘛 所以呢一定是从左边 第一次是吹强烈的 第二次是吹轻微的两次 那吹两次 它题目里面有说两次了 风动 那第三个就是加阴影 那阴影记得 就是在那个图层上点两下 会出现阴影 那记得把阴影打勾 不过打勾特别注意 你游标一定还要停在阴影上面 才能够去设计它的就是设定它的间距跟展开还有尺寸 那间距展开尺寸大概五二十十五吧 你大概就是调一下 反正就是数字是接近 如果你要完成完全跟尽量尽可能的自己在针对那个完成档去做比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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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